大家好,這一次聊聊吧 還記得小時候我們常常說九大行星嗎? 我們以前在上自然課的時候 老師都跟我們說有九大行星 九大行星是哪九大呢? 九大行星就是以太陽為中心 往外圍繞在太陽的九個行星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 這九個行星就是俗稱的九大行星 不過在2006年時 冥王星正是被科學界踢出這個九大行星之外 被認為是一顆矮行星 九大行星也因此變成八大行星 而為什麼冥王星會被踢出九大行星之外呢? 我們今天聊聊吧來聊一下 這個被踢出九大行星之外的冥王星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冥王星這一顆星球 在1846年時 科學家發現了太陽星的第八大行星 海王星 從此以後 許多科學家就開始尋找有沒有第九顆的行星 在1890年代時 美國有一個富人羅威爾 他成立了一個天文台 這個天文台後來就被稱為羅威爾天文台 羅威爾除了尋找火星之外 也一直立志找到第九大行星 但是最終他還是沒有找到 直到的1929年的時候 有一位在羅威爾天文台工作的雇員湯伯 他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尋找第九大行星 當時湯伯的工作內容其實主要就是拍攝 並且比較天文攝影中的相片 藉由分析並秉頓每個天體的位置跟差異性 來尋找新的天體 經過一年以後 1930年的2月18號 湯伯比較了1930年的1月23和1月29的相片中 他發現了一個小小的亮點 這個亮點在相片所移動的位置 經由這個亮點而發現了我們所要的星球 冥王星 冥王星的發現引起了全世界的轟動 當然發現冥王星的這個天文台 挪威爾天文台有著這個行星的命名權 最後在許多的建議跟爭議中 取用了古典神話的冥王 也就是地獄之王 普魯托來命名這個行星 在1930年的3月24號 冥王星也正式被命名 成為了太陽系的第九大行星 而冥王星位於太陽系的哪裡呢 其實冥王星位於太陽系的位置非常的特別 這個位置我們有一個天文的名詞叫科伊伯代 其實以前我在學天文的時候 通常會稱為庫伯代或是古伯代 只是翻譯名詞的問題 這個科伊伯代是由一個合意的美籍天文學家 科伊伯所提出來的 在1940年到1950年的時候 科伊伯認為冥王星的運行 或許不是沒有脈絡可循的 冥王星的運行應該是位於在同一個區域中 而這個區域中可能有一群大型的物體 而冥王星可能是其中最亮的一顆 而後來這個區域就被稱為科伊伯代 不過他提出這個理論後來的幾十年中 天文學家都找不到這個地方 直到了1992年的時候 夏威夷天文台的天文學家 終於發現了第一個科伊伯代的物體 也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開始確定有科伊伯代這個地方 目前推估科伊伯代大概有十萬個以上 直徑大於一百公里以上的物體 而冥王星就是位於這群物體中 比較大並且比較亮的一顆星球 當冥王星一開始被發現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軌道跟其他八大行星都不太相同 八大行星的軌道大部分都是圓形的 圍繞著太陽所運轉 而冥王星卻是一個大型的橢圓形軌道 而其他的八大行星大部分都是在黃道面運行 而且圍繞著太陽 不過冥王星卻偏離軌道有17度之多 所以許多人猜測 冥王星是不是只是一個 在天王星之外比較大的星球呢 而為什麼冥王星最後被踢出九大行星之外呢 主要是在2005年1月的時候 有一位天文學家麥克布朗 麥克布朗和他的團隊發現了一個新的星體 這個星體我們被稱為矽神星 矽神星是目前已知道太陽系第二大的矮行星 在所有圍繞太陽運行的星球中 他的直徑是排行第九 直徑估計大概有2326公里 甚至他比冥王星重約27%左右 矽神星的質量其實比冥王星還大 但是體積比冥王星稍小一些些 所以當矽神星被發現的時候 也會引起冥王星到底是不是一顆行星的爭議 在2006年時 國際天文協會給的行星有三個定義 第一個定義就是行星必須圍繞著太陽運轉的星球 第二個這個星體的質量要夠大 質量大小必須可以大到本身的重力 可以達到流體淨力平衡 使得行星外表看起來像一個球狀 第三個這個星體要足夠大 足以清空周圍讓周圍沒有其他的星體 而冥王星完全符合國際天文聯合會的行星的 第一個跟第二個的定義 以冥王星而言 第一個它是圍繞著太陽運行的星體 第二個它本身成為圓形的 所以也符合這個定義 不過在第三個定義卻是不符合的 我們有說過冥王星是位於刻意博代中 在刻意博代中有許多的星體在這個其中 也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冥王星後來就被降成一個矮行星 正式被踢出在九大行星之外 其實NASA在2006年時發射了一個太空器 我們稱為新地平線號 這個太空器主要的任務就是探索 冥王星和刻意博代 在2015年7月14號時 新地平線號正式的接近了冥王星的位置 並經過了冥王星 這個距離大概是12,500公里左右 它飛越了冥王星 並且目前已經進入了刻意博代 好了 下一次我們再來仔細介紹這一顆 距離我們非常遠的矮行星 並且介紹一下新地平線號 我們聊聊吧 今天主要聊的就是 為什麼冥王星被踢出九大行星之外 大家不知道了解了嗎 我們下次見 如果喜歡頻道請記得訂閱跟分享我們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